大家好 我是艾迪先生 我是阿美美 最近地震非常频繁 一旦地震来的时候 有时候会造成停电 我们家里如果有一个不断电系统 是非常方便的 今天我就来教各位 如何将我们家的台灯改装成 紧急照明 我们来看一下 近几年来这种USB型的台灯非常流行 这个东西是非常方便 触摸就可以切换 然后也可以变颜色很多人喜欢用 也可以调明暗 这个都可以转角度 一般来讲我们都会买一个充电头 就是手机的充电头 所以它做一个电源供应 那如果今天停电了 当然就不会亮了嘛 这没什么好解释的 那事实上 要把它改装成紧急照明 也是非常容易的 我们只要去买这种 这种里面含有蓄电池的就可以了 那我们把它插在上面 那你平常就是这样使用嘛 那万一这个电停掉了 它继续亮 那你可以带着你的 这个电源 跟台灯一起跑 这样就可以了 那这种电源 除了当台灯的电源之外 也可以当手机的一个充电 比如说我们手机要充电的时候 也是一样插在它上面就好了 充电中 就在充电了 那各位是不是觉得 这个方法非常理想 一间二顾 又可以当紧急照明 又可以当手机的充电 那希望各位会喜欢今天这个影片 那各位如果喜欢我的影片 请记得按赞 也别忘了订阅频道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